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鹹庫悠閒投資》 我是國昭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說就是做生意 你怎樣才認為一個生意是有得做呢? 設計為做生意而做生意 我經常說 你做得生意的話 你一定要跟你現時打工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就是爆炸力 因為你要做生意的話 你要負擔的東西實在 比你打工太多了 你一定要想好長盤的策略 你知道你自己的優勢 知道你有什麼獨特的經營方式才好去想 就不要因為我做生意感覺上自由一點 然後你走去做 很辛苦的 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用普通傳統做生意的方法 是可以是很辛苦的 當然有些方法可以簡單一點 我是方法派那邊鑽研那方面 只要我相信有一個好方法的話就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是這方面的方法論者 例如有一個案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一個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樣 很喜歡玩玩具的 他很喜歡玩玩具 他自己有些積蓄 他的工作就打得不太開心 他就想去做生意了 他知道入貨後 貨員在哪裡 知道玩具人 喜歡玩玩具的人 喜歡走哪裡 所謂玩玩具的人 就是我們這些老餅 七八十喉這一堆 因為購買力 消費能力最強 出回六七十年代的機械人 我們就追著去買 他知道這些情況下 他就說行 我剛剛有幾十萬積蓄 可以去試一試 我的工作又不開心 去做生意 我相信不少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究竟你是否其中一個 如果你是這樣的想法 有什麼問題 後面講一講 他就問我意見 好像說你又做生意 好像不需要怎麼做 那麼有趣 其實我這件事 你覺得怎麼看呢 我只要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答到的話 你就去做 照樣應該沒有問題 他說沒有問題 我想過了整盤計劃 你儘管問吧 我想問 你和旁邊那間 大家都是做玩具的店 有什麼分別 他就說了很大堆 我這裡不同的 我自己本身懂設計 我加了很多設計的概念 令到這間店 裝修得很漂亮 我又很喜歡玩 Lego 我將整個店 設計到為 Lego 為主題 所有的貨都是Lego 很多這些愛好者 就會來我這裡買 各方面 對 一大餐 我只想說 第一 你設計的理念 你這間店就只有200呎 你有多好設計 你念都好 就被你的貨遮住了 第二 就是說 你賣得Lego 別人又賣不賣得Lego呢 玩具反斗性又賣不賣得Lego呢 外面其他店也賣不賣得Lego呢 你說你那裡多 你說你那裡齊 沒問題 但是 只要你做得成功 第二個人在旁邊開一間 一模一樣的Lego專門店 你又有什麼 憑什麼跟別人競爭呢 如果他跟你打 價格戰的話 你賣300 我賣296 這樣 欠幾元就欠幾元了 那些人就會過旁邊買 那到時你又怎麼應對呢 你又買286 那大家互相去看的時候 其實 沒有什麼益處 其實我是想說 如果你真的要去 想一門生意 第二或者想一件事 你究竟有沒有做的話 你要有三大條件 第一就是說 你的課源 即是你的sauce 即是你是不是有一個獨有的sauce 你有 別人沒有的 或者別人拿到也好 很難很難才拿到 難度門檻是非常之高的 第二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 是你認識別人不認識的 你有什麼特別的knowledge 在行內裡面 你一說 你就是專家 OK 第三 你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經營方式 經營方式這件事就真的比較複雜一點 我很難去這裏三年兩月跟你說 有些朋友聽過我講我自己的經營方式 有些人都覺得很奇怪 在外面每個人這樣的經營 但是真的賺到很多錢 有興趣的話 有其他的時間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舉兩個例子給你聽 有一個朋友 我以前的朋友 他本身主要最大的 他是做食品的 他是供應給一些大酒店 五星級酒店的廚房 做一些譬如餡料 碾芯皮 那些食品 這些東西是很專業 而且是很供應得 五星級酒店 他們都是要一個質素的東西 而且他們跟那些師傅 大廚很好關係 他有一次他去考個保險牌 去做保險 做什麼鬼事 你做開這些好地地 他說不是 這班師傅 他賺到很多錢 但是他不太懂得投資 不懂得投資最好 我賣保險 因為我沒有離頭 我沒有理由去賣樓 但是他們無論是那些師傅 有樓也好 沒有樓也好 他們都需要保障 他們都需要一個投資回報 我的錢放回來 難道我只是買馬 我自己跟那些人玩十三張嗎 你都要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有些投資的保險 就會幫到他 這班人 本身是跟他這麼好關係 再加上他 有這些東西賣 而他去選取哪些公司去做 他就是特別去選取一間 投資基金保險來講 performance最好的 往職來講 那他就有得銷售 那這樣東西就是 全部配合 課員你那班師傅 其實你普通的保險從業員 你找不到那班師傅出來 第二 優勢 就是說你跟他熟 那個關係就是優勢 第三 你這個特別的經營方式 大佬 你埋到這班人的身 再加上他們 完全是有這個領域 那你就一拍即合 然後他原來保險之後 那些錢 已經他做補點心餡料 那邊都賺得很多錢 保險那邊一樣是賺得那麼多錢 而且基本上他不用怎麼做 因為平時他跟師傅 在社交的時候 就是在做事 然後就下單 我不用回公司 我不用請人 他每年的收入 只是保險那邊都有七位數字 這個就是經營的優勢 所以你要想 你如果去做一件事的話 你有沒有這一方面的優勢 還是說你就算你走去做生意 你做得成功都好 都是跟你打份工沒有什麼分別 甚至乎是好少少的 但是你要 bear的壓力 你要麻煩到你的事 而令到你可能回到家 你都還是很頭癢的東西 可能是比起你打工是多千八萬倍 那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的時候 你又想一想 你應不應該去做 那今天講到這麼多 下次再講 如果你喜歡這個話題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like 或者share一下這條片 再見